女子浴室内离奇死亡 是正常摔倒而亡 却又透着蹊跷 死者的头部颅骨都是完整 并没有碎裂和破裂的情况 然后头部也没有出血点 是遭人加害 却又没有对应的体表特征 他的脖子都是没有这些掐痕和勒痕 然后口鼻素也没有表皮细胞脱落情况 让人迷惑的事件背后 隐藏着怎样惊人的真相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女子非正常死亡之谜 什么是非正常死亡 法医学上的解释是 由于外部作用所导致的死亡 既然是外部作用 那么按道理来说 在死者的身体上 或者是身体内部 一定会有一些痕迹 伤痕 血迹等等 可是今天我们这个节目里 却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 也很蹊跷的情况 有个人据说是意外摔倒致死 可是在他的身上 却找不到任何摔伤的痕迹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2021年5月26号的上午 浙江省杭州市 滨江区公安分局 接到了报警 说辖区内 有一名姓潘的女子 遭遇意外 说是在自家的卫生间 摔了一跤 这就导致死亡了 当时他的男朋友秦某呢 跟警察通了电话 自己摔倒的吗 应该是自己摔倒的 自己摔倒 磕到哪里了呢 外伤的没有 外伤没有的 就摔了一下之后 你跟他是同居官是吗 对 但是我们 他摔的时候我没看到 然后你发现 他摔倒之后 给他送到医院呢 对对对 医院怎么说的呢 诊断出来是什么情况呢 他这边没诊断出来嘛 就是他一直过来 就一直抢救 现在就寻不死亡 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摔一下就没命了 这么严重啊 不过当时警方 也没有觉得 有很大的问题 听上去嘛 似乎就是一起 普通的意外事件 电话里面 听上去 其实对我们公安机关来讲 也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一个非正常死亡的 一个报警电话 最后警察呢 就按照一般 非正常死亡事件的 这个处置要求 对潘某的死因 展开了调查和了解 可是这一调查呢 还真就发现问题了 而且越深入 越觉得不同寻常 怎么呢 按照潘某的这个男朋友 秦某的说法呀 潘某是在卫生间 洗漱的时候 不慎滑倒 摔到了头部 导致身亡 可是法医在检查 潘某身体的时候啊 却发现不内劲 正常人是头部着地 对地面有个撞击的话 头部肯定会有 或多或少会有损伤的 所以我们法医就特别 针对头部进行了检查 然后经过手捏和目测以后 我们发现这个死者的头部 颅骨都是完整 并没有碎裂和破裂的情况 然后头部也没有出血点 如果按照秦某说的 潘某真的是摔到了头部 导致死亡的 怎么可能连个出血点都没有呢 警察也很纳闻 然而进一步的检查之后 他们还发现了一个 更加意外的情况 在检验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这具尸体 这个面部有明显的出血点 然后它的内眼检 下眼检和嘴唇内部 也有很明显的出血点 潘某的面部居然有明显的出血点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潘某摔倒的时候 摔到的是脸不是头 可奇怪的是 他的这个面部 除了这些出血点之外 并没有别的伤痕 而对于这些出血点 法医觉得他又不像是摔伤导致的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呢 法医给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 是符合一个人窒息死亡的一个特征 窒息死亡 这听上去就让人惊讶了 不是说摔倒的吗 怎么会窒息死亡呢 这时候警察心里头一扯 隐隐地感觉到 这案子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他们马上就询问了这个秦某 而秦某的回答就刚出人意料了 我们也暂时也在问他 这个情况到底是 说是怎么样 因为你按照他的讲法 就是当时之后意思是 这个女的不小心昏倒了之后 拉扯到了边上的这个毛巾 说毛巾覆盖他的脸皮上面 导致了他的这个窒息 毛巾覆盖到脸上导致的窒息 估计听到这儿 您可能都觉得难以置信 潘某在卫生间摔倒 没什么不可信的 卫生间里头水多 有的时候没弄好 确实容易滑倒 可问题是就有那么巧 摔倒了顺带着还扯到了旁边的这个毛巾 更巧的是 这毛巾呢 还覆盖到了脸上 甚至最终导致他窒息死亡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巧合性太大 巧合性太大 真的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发生吗 事后呢 警察也很快就到达了他们的出租屋 可是一番勘察下来嘛 却觉得更加的不可相信 他所描述倒地的地方呢 地面是其实是很干净的 并没有水 然后呢 如果说一个人滑倒 也不是那么容易滑倒的 在地面呢 确实发现有一块浴巾 但是这块浴巾呢 已经比较湿了 所以说 而且他的这个位置呢 也不是是在过道阵中间 是在这个靠墙一侧的地面 浴巾的位置都不再过道中间 怎么会覆盖到潘某的脸呢 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因为他这个嘴唇鼻腔 虽然说有出血点 但是都是比较干净的 也没有说 有表皮脱落这种情况 所以说 根据他的描述 这个情况还是有点站不住脚 秦某的这个说法太牵强了 也不符合正常逻辑 你想啊 出事之前 潘某呢 是个行动自由的人 身体上也没什么问题 真的是摔倒在地 只要没有伤筋动骨 他应该很快就能自个儿爬起来 怎么会一头栽在地上 他就不起来了 就算站不起来 他总会挣扎吧 总会呼救吧 当时秦某就在家里呀 叫一声很容易就能帮他起来 怎么会独自在卫生间 就窒息而亡了呢 所以对秦某的这说法啊 警察非常怀疑 难道说他在撒谎 不仅如死 和秦某的这个接触过程当中 警方发现他的这个表现也很奇怪 怎么呢 据了解啊 秦某和潘某谈恋爱两年了 据说感情非常好 已经准备谈婚论嫁了 可以这么说 潘某是他的准未婚妻 现在突然就这么离世了 按理说秦某应该非常难过呀 而事后呢 秦某是在一样的这个表现呢 我们在询问这个 就是这个报警人的时候 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他的脸就是 就是有点面无表情 就是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 有点难过 或者是说悲伤的这种神情出现 反而是有点平静 秦某平静的不像个正常人 怎么会对自己的未婚妻 感情如此淡漠 可是更奇怪的在后头 当警察在询问 他一些案件细节的时候 他的表现就更反常了 就是一直在发呆 或者是说是 反而问他问题的时候 他总是不说话 当时是觉得男方 是有一些比较奇怪的 一个表现 就是比较沉默 不像正常这个男朋友的 该有的反应 这就让警方对他 以及整个案件的性质 更加产生怀疑了 潘某好好的 女孩子说没就没了 关键是死亡特征 还那么欺巧 窒息而亡 而出事的时候 只有秦某一个人在场 可是他又说不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事后他的表现 又那么不正常 这让人不得不怀疑了 潘某的死意究竟是什么 真的是意外甩倒的 还是说有没有蓄意为之 而这个嫌疑人 不是别人 就是秦某 可是这个猜测一出来 大家又觉得难以置信 潘某跟秦某 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关系了 秦某怎么可能的 警方也了解了一下 两人之间的感情 确实不错 没什么矛盾 而说起两人的恋爱经历 甚至让很多人都很羡慕 潘某和秦某 一个湖北人 一个广西人 都34了 都是多年前来杭州打拼的 属于新杭州人 据说两人是因为共同的爱好而结缘的 他们是因为体育而结缘 男的喜欢马拉松 可能在马拉松圈子里面 还相对来说有点名气 女凡也喜欢越野 就让越野赛 两个人因为体育而结缘吧 年龄相当 相似的人生轨迹 又有相同的兴趣爱好 而且两人之前也都是在体育公司 职业也相似 应该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他们是非常相爱的 我们跟他的交流 包括我们看他们两个的聊天 两个人就是都有昵称的 什么臭宝的 什么这种 就是说给我们的感觉 他们两个人其实应该是很爱很爱的 据说前段时间 他们刚见过双方家长 在商量结婚事宜 一切都在朝着温暖美好的方向发展 前某怎么可能去加害 即将跟自个儿携手一生的心爱之人 还有一点 这也是让警方觉得很奇怪 也是这次事件当中 最让警方感到疑惑的一点 那就是潘某的伤 之前说过 根据法医检查 潘某身上没什么其他外伤 只有面部有出血点 主要是内眼睛 下眼睛 还有嘴唇里边 符合窒息身亡的特征 但如果这个窒息死亡是人为的结果 那么按道理讲 他的脖子 口鼻 那应该是会出现痕迹的 窒息死亡有几种方法 一种就是勒紧 掐紧 还有一种就是无口鼻 恰恰这位死者 他的脖子都是 没有这些掐痕和勒痕 然后口鼻素也没有 表皮细胞脱落情况 所以说这点是当时 我们感到疑惑的地方 这的确让人疑惑 那潘某脸上的那些出血点 是怎么来的 究竟是什么导致他窒息 案件查到这儿 警方也有点百思不得其解 潘某的死太蹊跷了 说他是摔倒引发的窒息 不符合现实情况 说是他被人加害的 又无法找到对应的 这个体表特征 情况太让人迷惑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负责查看物证的 这个警察那边 有了重要的发现 在查看这个 潘某手机的浏览记录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有一个淘宝的下单记录 在两点多的时候 购买了手机 凌晨两点多 还买了个手机 潘某这行为 就有点太不寻常了 据警方了解 他平时的生活规律 是每天11点多睡觉 早上7点多 起床上班 这一天怎么突然 半夜两点多还不睡 还买了个手机 这是要干嘛 更奇怪的 还在后 通过查看 潘某的支付宝转账记录 警方也发现了不对劲 发现这个女的孩 在凌晨的时候 转了很多 52 520 5200或者是52 到了男的这个支付宝账户 而且背后是有爱女的 案发前 潘某居然频频给男友支付宝转账 表达爱意 林林总统的据说有将近十万块钱 可是第二天既不是情人节 也不是什么纪念日 潘某这是要干什么 调查两个人的账户情况 之前没有这样的大金额往来 在爱饭之前是有 但是额度非常小 而且呢 基本上以那个 呃 就是都会有缘由的 比如说他微信上面会说 呃 我的这个 支付宝或者花贝 这个还款金额不够了 会问对方 就是说先 这个 资源一点 异常的情况 让经验丰富的警察 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尤其是对秦某 怀疑就更大了 为什么突然女友会转那么多钱给他呀 可是对此呢 秦某没有做出回应 当时看了之后就问他 也在询问的过程中 他就觉得 他就说是 他不知道 深举的赚给他了 潘某手机里的事情 秦某不知道 那怎么 他自个儿的手机里呢 事实上 在调查潘某物证的时候啊 这个警方也查看了 秦某的手机浏览记录 发现了更加可疑的线索 下午三四点钟 这个时候 是有多条很异常的一些搜索记录的 就是他在医院抢救的时候 他手机里面还是有 就是说 这个脑缺氧 多少时间会死亡 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搜索记录 女友在里头抢救 秦某呢 在外头搜索 缺氧多久 会死亡 这是何居心呢 如果这还不能说明问题 那么接下来的发现 就让警方更加确定 嫌疑的手机 那么我们也有去做过这个调查 也有很多的 就是关于这个 如何 就是说相当于杀人的一些方式的 一个搜索记录 事情查到这 答案已经非常明显了 潘某的死肯定不是意外 而是人为 而秦某 很可能就是嫌疑人 但是案件定性 必须要有枪有力的证据作为支撑 仅凭几条浏览记录 肯定是不够的 然而当他们询问这个秦某的时候 他这态度依然是沉默 审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也是沉默 更多的是沉默不说 他还就是一直是 现在这个事情我不说 但是我要等他 就是一直等死者 就是火化了之后 我再来跟你们说这个事情 心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反育 或者是一个抵抗的一个情况 秦某这是打算扛到底了 他是想等潘某火化了之后 就死无对证了 警方当然不可能让他的如意算分得逞 一方面加强了对他的审问 另外一方面也争得了潘某家属的同意 决定对潘某进行尸检 在检查过程当中 果然有发现 现在这个喉部右侧 有明显的这个触血点 不仅是喉部 在潘某的颈部 法医也发现了更加明显的痕迹 颈部的皮肤表面打开以后 发现在他的身尘 喉部身尘肌肉 确实有比较明显的 这个血块凝结的地方 这个就是符合一个机械性 按压导致的窒息死亡的一个情况 案件的性质已经确定无疑了 潘某的确是死亡谋杀 凶手是不是秦某 这时候警方那边审讯 也出现了进展 警察从他和潘某的这段感情出发 动之以轻小之一 秦某终于有所纵动了 后面他自己可能也是 熬不住自己内心的煎熬 因为毕竟是自己 相爱这么多年的女友 感情还就是很好 这个女的也就是很爱很爱她 沉默了许久的秦某 突然向警方提出了一个要求 到后面 他突然之间跟我们的命警说 我想吃完炒饭 吃完炒饭之后 你们想问我什么 我就说什么 当一碗炒饭吃完 秦某终于说出了一句惊人的话 一碗炒饭吃了之后 他交代了 他说人是他杀的 秦某真的是凶手 可究竟是为什么呢 他马上就要步入婚姻的殿堂了 刚刚警察都说了 潘某是很爱很爱秦某的 秦某怎么会这么残忍 对他下这样的毒手 看似甜蜜深沉的爱情背后 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矛盾 还有 既然潘某是被他人加害的 为什么警部和口鼻处 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呢 秦某承认 女友潘某的确不是摔倒而亡 而是被他加害的 大家都很震惊 秦某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明明那么相爱 明明都要结婚了 可是据秦某说 这问题就出在结婚上了 秦某说他和潘某恋爱两年 修成正果 本来非常高兴 不过这时候潘某跟他说了一件事 女方的父母跟死者 是有过交流 简单的交流过的 包括平时的电话联系 那么我们后面找他 死者的母亲了解 他的意思是 因为他还有个儿子的 儿子结婚的时候 是拿了十万彩礼出去了 他就有跟他女儿开过玩笑 他说以后你结婚 我要就是男方给我十万块钱彩礼的 彩礼 或许这是每一对结婚男女 都会遇到的问题 在潘某看来 他们这要求不过分 可是秦某听着呢 心里头就不是滋味了 原来啊 这个秦某家里头条件并不好 他母亲做保安 一个月只有一千多工资 父亲退休了 家里还有九十多岁的奶奶 需要照顾 没什么积蓄 最关键的是 因为疫情的原因 秦某自己呢 去年又失业了 一直没找到工作 靠着一点点存款 和偶尔打点零工 维持生活 十万块钱的财力 对于秦某来说 根本拿不出来 南方当时应该是想 就是彩礼能不能完点给 或者是现在没有这么多钱 那能不能完点给 就是以后再 以后再对爸爸好一点 或者先把证领掉 酒席再办 可是这样呢 潘某当然就不乐意了 所以每次聊到这个话题 两个人都会发生争吵 不欢而散 其实类似的问题 很多人都会遇到 但是两个人好好商量 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他们毕竟是有感情基础的 可是偏偏秦某这人呢 他性格跟一般人不再一样 男的其实从小的生长环境啊 不是特别正常的 就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环境 因为跟父亲从来不交流 各位很大 跟母亲偶尔有交流 跟他姐姐可能交流多点 那么就是性格上面实际上是有点缺陷的 比较 比较赚牛条街的一个人 性格缺陷 再加上生活各方面的压力 据说2020年底 秦某还患上了抑郁症 变得更加的暴躁 异怒 对于女友的要求 他更加无法理解和接受 从他自己说法来说 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彩礼的压力 另外一个是呢 他女朋友的态度 让他觉得 是不是真的愿意跟他结婚 秦某的想法是越来越偏激 他甚至怀疑女友的真心 内心的愤怒也与日俱增 事发前天晚上 两人出去跑步 但是回到家里之后啊 又为了彩礼的事吵起来了 一番争吵过后 两个人自顾自的躺下来 可是躺在船上的秦某呢 辗转反侧 这气儿始终就没法消 看到旁边熟睡的女友 思想上无法转过弯来的他 冒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他决定加害女友泄分 为了报复女友药材里的行为 趁女友睡着之后 用他的支付宝 给自个儿转了将近十万块钱 还有他的这个淘宝账号 给自个儿买了部手机 添了之后 他就真动手了 男的呢就是在之前事实上应该有 已经有蓄谋的基础上 就是在第二天的早上 七月之后呢 就是杀害她的女朋友 在将潘某加害之后 秦某还伪装了案发现场 并且拨打了120 意图制造潘某意外摔倒 造成死亡的假象 甚至还主动跟警察说明了情况 他自以为他的说辞可以疏远过去 但关键的是潘某身上没有伤痕 警方就算怀疑也没有证据 这也正是大家最疑惑的地方 既然潘某是被秦某人为加害 为什么他的颈部以及口鼻处 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呢 这时候啊 秦某终于向警方揭开了最后的谜底 人的脖子有大动脉 大动脉呢 可能大家也知道 大动脉如果说 一下子猛烈的掐住或者顶住 是可能会造成人休克 和无法抵抗的情况发生 所以说如果说 你有一定的技术能力 可能可以用手臂或者用手 让对方暂时休克以后 进而让对方窒息死亡 因为秦某本身酷爱运动 又具备一定的医学急救常识 他知道这个知识 所以才能得逞 事情说到最后 我还是让人不可思议 这秦某真是走火入魔了 他觉得他这样做 就能解了自个儿的心动之恨吗 事实上 当他坐在审讯室里头 回顾和潘某走过的点滴 想起共同经历的种种此时此刻 他终于意识到 他竟然亲手杀害了自己 深爱着的 同样也是深爱着他的未婚妻 一时间悔恨交加 他这是亲手毁了 原本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也给两个家庭带来了 无尽的伤痛 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难题 尤其像秦某这样的青年人 工作 生活 感情 各种压力扑面而来 但是生活没有过不去的坎 只要你正确的面对它 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扛过去了 才会有属于你真正的幸福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